也是有不少人等到长大的时候才开始长痘痘 这常常跟你熬夜完全压力大 或是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奶制品有关之外 女生很常是跟选错保养品有关系 像女生有些上妆她们会使用一些粉底液 然后卸妆需要用卸妆油 如果卸妆油乳化不完全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塞毛孔 造成这些痘痘粉刺的状况 我们叫做化妆品痘 在男生很多是因为运动 像健身吃乳清闷湿流汗 或者是说喜欢流像志祺这种帅气的 韩系刘海这种比较厚重的气 就会在额头下面长一堆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我们的好奇七七 那今天七花洋洋洋洋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哈喽大家好是洋洋 好那我们观众有满大比例都还是学生 所以我每次在开这个问答的时候 都有超多的观众问我皮肤是怎么保养的 以及跟我分享他们青春痘的困扰 但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回答 因为我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 真心皮肤科诊所的周婉宜院长 来为我们解答这些 平常搜集到的一些疑难杂症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真心皮肤科诊所院长周婉宜医师 我们有很多的观众 他们都在青春期 所以会遇到很多青春痘的困扰 但是有些父母呢 也会跟他们就说 这是青春期一定会遇到的 等青春期过了就会好了 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 那其实呢 每个年龄层 他都有可能会长痘痘 就算是小baby他也会长痘痘 那小baby的痘痘通常是跟 妈妈的胎盘来的荷尔蒙有关系 但是痘痘长最大宗 其实在青春期 那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还有他们这个年纪 喜欢运动啊流汗晒太阳 所以这个族群的比例是最高的 但是呢 在我们最近门诊 其实很多小朋友会长痘痘 目前我们门诊最小的年纪 其实是七岁 太小年纪长痘痘 都要小心 有没有性早熟的问题哦 那也是有不少人 等到长大的时候 才开始长痘痘 那这常常跟你熬夜完顺压力大啦 或是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 奶制品有关之外 女生很常是跟选错保养品有关系 像女生有些上妆 她们会使用一些粉底液啊 然后卸妆 喜欢用卸妆油 如果卸妆油乳化不完全的时候呢 其实就很容易塞毛孔 造成这些痘痘粉刺的状况 我们叫做化妆品痘 在男生呢 很多是因为运动 像健身 吃乳清 闷失流汗 那或者是说 喜欢流向志祺 这种帅气的韩系刘海 这种比较厚重的 其实就会在额头下面 长一堆的 对对对 痘痘跟粉刺喔 对 为什么流 刘海这下面都会长 因为这边就容易闷食 而且大家会喷发雕啊 有些护发润发的东西 对 所以 其实在不同位置的痘痘 它有不同的意义 那所以 在粉刺期 其实就会留下痘疤 那留下痘疤就真的是 伤心也伤荷包 所以大家如果有 痘痘粉刺的时候呢 真的是要赶快来看皮肤科喔 但我就是很好奇 因为包括妈妈有时候就会说 啊你这个很正常啦 你就等一下就会自然消了 就是我们要怎么判断说 我现在这个痘痘 它是真的能够不理它 就可以的 还是应该要去找医生 是是是 那其实痘痘有分成 不同的严重度 如果你今天只是轻微的长粉刺 你可以先从 就是正确的洗脸开始喔 像 其实国小一年级开始 你就要开始用温和的洗面 来洗你的T字部位 很多小朋友 其实没有在洗脸的喔 但你看我们现在空污啊 然后这个青春期 其实来的都比我们这个年代 还要来得早 我要加上他们平常会在那边 跑跑跳跳 会有一些 这个脏污的部分 如果你又不洗脸 我要加上你的 油脂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油跟长痘喔 那当你到青春期 或者是开始长痘痘粉刺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洗面乳 开始全脸喔 认真的洗脸 真的很多长痘痘男生 不洗脸你知道吗 就是很可怕 就是全脸游游啊 长一对都还是不洗脸 所以正确洗脸 其实是治疗痘痘的第一步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轻微的粉刺 你可以先用市面上一些 酸类的保养品 或一些抗痘的产品 来做处理 但是如果你过了一两个礼拜 都没有好 这时候其实就应该来看皮肤科 那如果你今天是 比较严重的痘痘 直接是很大科 那种囊肿型痘痘 这种超级容易流痘吧 就其实就不用试 就直接来报到就对了 那再来我想要帮健身族群问一下 就是刚刚有说到乳清蛋白 它容易让身体长痘痘 这是真的喔 真的 乳清蛋白不长则 一长那个 这个制痘率超级超级高 那它们长得痘痘都非常的扎实 而且是会以身体为主 那像是在脖子啊 下巴的地方 前胸后背 还有肩膀的地方 都是很常见的 为什么 对就是奶制品其实非常容易制痘 那乳清它其实又是经过这个萃取之后的这些 更纯的这些奶制品 所以制痘率非常的高 那我这边就要来考考自己 你觉得奶制品有哪些 奶制品身边常遇到像起司嘛 然后什么咖啡拿铁这里面一定会有 然后布丁 很多吧 奶油里面也都有 是是 那你 有一个最常被大家忽略就是奶茶 大家其实不知道奶茶有奶制品 对 奶精也有对不对 奶精也有对 那另外就是我也很常被问就是说 医生啊 牛奶算不算奶制品 我说 当然算奶制品 对 那像一些优格起司啊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很常见 但是很容易会被忽略的 这个奶制品的系列 那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牛奶里面呢 这个脱脂牛奶 它的制痘率会高于这个低脂牛奶 那反而里面相对比较不容易制痘的 反而是全脂牛奶 这个好特别 为什么啊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跟脂肪有关 对 那其实研究里面 他们发现 其实跟脂肪无关 但是目前详细的基砖还未明 那他们认为说 这些奶制品 它会让我们人体里面 有个叫IGF的这个量上升 那就会让我们的雄性激素变多 就会比较容易长痘痘 但这样会不会让那个青春期的小朋友 感觉很困扰 他想说 我一边想要长高 好像应该喝牛奶 可是我喝牛奶又会长痘痘 这样该怎么办呢 也不是每个人 喝牛奶都会出事啊 但是你如果喝牛奶 就狂长痘痘的话 那就还可以喝一下豆浆 但是豆浆要喝无糖豆浆 会比较好 对 那再来我觉得 有一点很好奇的是 就是每次在长痘痘的时候 会看一些资讯 就会发现 哇 痘痘好多名称 就是有时候会说 这个是粉刺 然后还有什么黑头的白头的 再来有一些叫痘痘 有些叫浓包痘 有些叫囊肿痘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那粉刺就是 没有发炎的痘痘是粉刺 那发炎的粉刺 我们就叫做痘痘 那粉刺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黑头粉刺 一个是白头粉刺 那所谓的黑头粉刺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皮肤好了 那黑头粉刺 它跟我们皮肤表面 这个空气之后它会氧化 氧化之后看起来 就是黑黑的这个颜色 就是我们在日本 他们会说脚酸的这个东西 就是黑头粉刺 但白头粉刺不一样 它离我们皮肤的表面比较远 所以它其实 不会有氧化这个状况 所以它看起来是白白的一颗 但是它位置比较深 所以它除了 对吃的口服药 我们叫抗生素完全没效之外 擦的药因为距离表面太远 所以擦的药 通常效果都不太好 因为进不太去 所以在门诊里面很多 这个对传统健保 没有效果大部分都是 粉刺比较多的这一群 那讲到发炎的痘痘 在初期的发炎 就是会有这些秋枕 或是有这种黄色 或是白色浓头 我们叫做浓炮 这个是比较轻微的发炎 但是很夸张的那种 就是很扎实的大浓炮 也就是那种囊种型的痘痘 那或者是说 甚至它会在下面 有这种交通连接的 我们叫做楼管型的痘痘 这种发炎比较厉害的 它之后产生的痘疤就很惨 几乎都会有凹洞痘疤的产生 囊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 很大的 对超级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有那个图片 那你们再后置上去吗 对 Podcast朋友可以就直接 上网查一下 超级大歌 查囊种痘就可以知道 是是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 粉刺痘痘囊种痘 它有可能就只是 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阶段 对没错没错 但是它也很常在同一个人都有 脸上都有这些 不同时期的痘痘的发生 那假设说 我如果想要在粉刺期间 就减少它生成 我就会降低痘痘的困扰 是不是 当然你就是 在一开始就 斩断它的源头的话 就比较不会留下 那么厉害的痘疤 对 所以就是有粉刺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来 皮肤科治疗 像我哥以前 他其实长痘痘的时候 以前 爸爸妈妈没有那种概念 他带他去 美容院做脸 还有买直销的产品 但他就很惨 就留下很多月球的表面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现在 其实观念 比较进步之后 其实还蛮多 小朋友一长痘 就赶快来看皮肤科 就比较不会有 那种后续回容 那凹洞型的痘疤 你真的要花 至少是十倍 二十倍以上的时间 跟金钱来处理它 哇 这真的是一个 比较新的观念 因为我那个时候 大家同学就 比较少人 会直接去到 就是医院求救 很多就是买一些 salon啊 或者是一些开架的 抗痘保隆品 那些 那为什么会长痘痘 那痘痘形成 它其实有四大基转 那一个是我们 这个毛孔阻塞 就一些角质增生 然后加上有 这个菌若失核 那其中最有名就是 这个痘痘的细菌 叫左肠杆菌 那加上初有 比较旺生 像荷尔蒙的关系 那总的来说 让整个毛囊发炎之后 它就会产生 这个痘痘的问题 那刚刚讲到 就是不同成因 或者是不同阶段 这些痘痘 它会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是是是 在痘痘我们其实会分成 就是轻度中度跟重度 那在所有时期 其实你都可以用 这些酸类的东西 去调理这个角质 让它的表面 这个开口不阻塞 所以就有一些 酸类的产品 像A酸 果酸 杜鹃花酸 水洋酸 那甚至有一个 最新的科技 叫蓝蕾射 它可以让皮脂线萎缩 比较不会出油 所以这个是在 所有时期 都可以做的事情 那当你的痘痘 开始发炎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些 可以抗菌的一些成分 像外用的过氧化本 真的发炎比较厉害的时候 在健保就是 使用口服的抗生素 那有的人会加上 这个痘痘的特效 要叫口服的A酸 那如果说女生 有一些像 多脑性软潮症候群 或是金钱痘的问题 我们就会加上 这些荷尔蒙的 调理的药物 来合并做使用 那但是因为 其实因为痘痘 其实从粉自己 就可以开始产生痘疤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对你的脸要求是很高的 你是90分 100分的那一种 其实在比较前期 我们就会开始 积极的治疗 而不是到后期 才开始使用这些 蓝雷射 或是口服的A酸 但是A酸 我们通常会比较保守 就是大概18岁以后 再使用会比较安全 不然有时候 还是会怕影响到 一些发育的部分 所以在比较小年纪上 我们那些 7岁8岁 小朋友就长痘痘 我们其实会用一些 果酸搭配蓝雷射 的方式来做处理 但我有个个人的问题 很好奇 就是有时候 长痘痘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都不动它 放在那边 它会一个礼拜 感觉都还没有消 可是我如果 把它挤出来 它好像隔天 就稍微消 我肿没那么痛了 可是有很多人 跟我说痘痘不能挤 我就觉得好矛盾 对那 其实痘痘 如果它是一个 没有开口的痘痘的话 你硬挤 它的感染 反而会往下面扩散 反而更容易流痘疤 所以这个时候 会建议大家来皮肤科 太大科 比如说 如果我们看到有 这个浓泡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 无菌的器械 注意是无菌 不是大家自己在家里 那样绣花针 然后用那个 这个打火机 不是 我们会用无菌的器械 那不然到时候破伤风 就住院就麻烦了 然后无菌器械 打动之后 我们会用 无菌的器械 把它挑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 真的是很大颗 里面 就是摸起来软软 里面都是浓的 这时候就不好意思 我们会用比较大的刀片 来切一刀之后 把里面浓挤出来 我们就要切开排浓 那如果你在切开排浓完之后呢 还有比较厉害的发言 或者说 它本身是一个 没有开口的痘痘 就是一个闷痘在那边的话 我们就会打痘痘针 但痘痘针的艺术 其实也是蛮讲究的 很多人在外面打痘痘针 那个会猫下去的原因是 第一个 它的浓度调控的太浓了 那类固醇太浓 它就变成猫下去 那另外在不同时期的痘痘 它其实使用的类固醇 跟它搭配稀式的 那个溶剂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说有比较厉害的痘痘 还是给专业的皮肤科 不然到时候变成凹痘 就有点得不偿失 所以就是自己挤的话 其实蛮容易会留下凹痘的痘疤 没错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 有听到说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的酸 因为很多的保养品 他们也会说 他们含各种酸 然后可以改善一些痘痘的问题 这个是正确的吗 是 那其实呢 很多抗痘的保养品 它们的基准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 那第一类呢 它就是溶解角质 就是去调理你的角质 让你的表面不阻塞 比较不会长痘 那第二类是抗发炎的 这个产品 就是让它比较不会有 发炎的这个状况 那最后一类是抗菌 或抑菌的成分 但它这些 如果长期使用的 会有一些抗药性的疑虑 所以像我们的 这个含酸的保养品 它就是在第一类 就是溶解角质的部分 那最常见就是像水洋酸 这个或者是果酸 还有A酸的衍生物 是最常见的 那哪些人不太能使用 这些含酸类的保养品 就是本身是比较敏感的皮肤 或是有玫瑰斑 还是你脸本身就比较干 或是有湿疹的状况 这时候就不是那么适合 直接选用这些含酸类的保养品 那有一些人会说 长痘痘 要保湿 这件事情是对的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对 因为其实大部分痘痘肌 都是混合肌 就是它们T字不会很油 长了一堆痘 但有时候脸颊 它们反而是很干的 所以在痘痘肌 基本上它其实不太需要 就是积极的保湿 但是唯一的状况 需要保湿 就是说你有局部 比较干的位置 那或者是说 你使用这些 像我们会使用的A酸 或杜鹃化酸的药物 还是你使用这些 含酸类的保养品 会觉得干或脱皮的话 我们就会适度的使用 比较清爽的保湿 所以如果你平常 其实是一个比较油 比较容易长痘痘的人的话 其实你不用太过度 注意保湿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 有时候你已经在长痘 你又擦太滋润的保湿品 你反而会长更多的痘 为什么 就是太滋润 你会塞毛孔 对对对 那有一个最常NG的 就是说很多长痘痘的女生 她很认真的擦防晒 但释收防晒其实很多 尤其是细数越高 它其实越油 那擦了之后呢 就长更多的痘痘 所以要注意好 这毛孔的清洁 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刚刚说到的那个酸 就是也是要帮忙 这个毛孔保持畅通 对对对 没错 那我还有一个个人问题 就现在有一些市面上的产品 也会说 它可以比较像 用物理性的方式 比如说一些洗脸仪 那这样子的去角质 是合理的吗 对那洗脸肌呢 只能说在 它曾经非常流行的一阵子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在市面上慢慢的就消失 因为它创造了超级多 玫瑰斑 就是一千缩的九糟皮肤炎 会变成超级敏感的皮肤 因为洗脸仪其实就是 只是洗表面 那大部分是以表面的 角质层为主 但当它把它洗坏了之后 就算你是很软的刷子 你是反复一直在那边刷洗 其实还是会受伤 但是痘痘你可以想象 它其实在比较深的毛囊的位置 你洗不到那个地方啊 对那结果 该处理的都没有不见 然后就还把脸洗烂了 所以后来就是真的 在市面上的洗脸仪 非常非常的少 那基本上不太建议痘痘的族群 去使用这一类的产品 对 那刚刚还有很多网络上面的资料 都有特别说 就是A酸是一个美肤旧型 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A酸好像是很多皮肤科医生 在治疗痘痘的时候 都一定会使用的东西 对那A酸其实是我们在治疗痘痘 粉丝非常非常重要的武器 那它除了可以溶解角质之外 它也可以降低我们使用抗生素 会产生的这个抗药性 它可以改善肤质 淡化色素跟 甚至有抗老储奏的效果 但是很多人以为擦A酸 擦久皮肤会变薄 其实并不会 在这个劳肺角质代谢之后 当你使用一阵子之后 你甚至还可以增加角质层的厚度 反正你的角质层会更健康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常见的迷思 最近我还听到另外一个是A醇 就是A醇跟A酸的差异是什么 然后使用上有什么差别 对那A醇它其实是保养品 那保养品顾名思义就是比较温和 而且你可净性比较高 你在药局啊 百货公司啊 或是专柜其实就买得到 但是相对它效果比较弱 那A酸的话 它其实就是皮肤科医师 才能开力的药物 那药物顾名思义就是 效果比较好 但是它相对这些刺激性也会比较高 所以皮肤科医师在开力的时候 都会教大家说 你要怎么使用 那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就是一般来说呢 在A酸家族的这些保养品 最常见就是A醇跟A醇 那其中呢 最弱的其实就是A脂 再来是A醇 那接下来才是A醇这样子 那它们效果都不如 要用的A酸 那我好像记得A酸有分很多代 这代跟代之间有什么差别 是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那其实传统的药物 像第一代的A酸叫Tretinoin 或是说是这个第三代的A酸 我们叫Adipline 这两个都是我们在健保 准会使用的药物 那它优点就是健保给付 但是缺点就是 它通常就是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停在那边 所以如果这时候效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自费进阶的药物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痘痘发炎厉害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使用有第三倍浓度的Adipline 那加上有杀菌过氧化本的 新一代复方外用A酸 那如果等稳定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改用这个第四代的A酸 那第四代的A酸很特别 它是我们皮肤科医师 苦等了二十几年之后 终于有一支新的这个外用的痘痘药物 上市就是它哦 那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对于皮肤的A酸受体 我们叫帕伽 它有高度的专一性是二十倍 效果更好之外 它安全性也更高 在国外临床试验 他们有去这个做这个实验 就是说你全身这个有痘痘的地方 擦了第四代A酸之后去做抽血 还有甚至在胎盘里面 去测试它的浓度 发现它是所有的A酸里面最低的 所以它安全性非常高 适合大面积的涂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是所有的A酸里面 唯一一个有拿到身体痘适应症的药物 前三代A酸 没有拿到身体适应症的那个 对 它们只有拿到脸的痘痘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相关困扰 然后很想要使用A酸相关产品 是一定要找医生吗 是是 第三代跟第四代A酸 是只有皮肤科医师可以开立 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A酸的保养品 在专柜那些其实买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说 你先去买这些产品 使用其实没什么效的话 其实直接看医生 因为效果 我们也不是只有会擦药 我们其实还会搭配口服 还有一些进阶的治疗的部分 因为我听到不少的朋友 他们在讲说 自己可能用A酸或A醇的时候 就遇到很干 或者是脱皮的状况 这是一定会遇到的吗 不一定会遇到 但是发生率也没有到真的很低 但是这其实是正常 在刚开始使用的 第一个礼拜到第一个月 有的人会有短见的红 刺激或是脱皮的状况 那你可以搭配适度的保湿 那你也可以先从 比较少的量 就是单点薄薄擦 然后等到比较稳定之后 你可以再改成每天使用 然后整面 全面的这样擦 我听说有一些人 就是担心吃口服A酸的话 会暴动 那这应该要怎么处理 对 那A酸暴动其实不少见 尤其是在粉刺超级多的人 因为吃A酸之后 它的粉刺大量会代谢出来 来内涉也是 所以有的人会有暴动 就会留下更厉害的痘疤 所以有的人其实会很害怕 所以在我们诊所 我们其实会一些 这个青粉刺 那搭配专业的医疗级的果酸 那可以大幅降低 C酸或是打蓝雷射 这些暴动的几率 那因为我对于痘痘治疗的理解 大概是很早期的 就是我国充之类的 那现在有什么新的武器吗 对 那目前最新的武器 就是有一台叫做蓝雷射 那它本身很特别 它是双波 1450加450 1450它可以让皮脂腺萎缩 比较不会出油跟长痘 那450的话 它可以杀死痘痘里面 细菌叫左肠杆菌 所以它是目前为一个可以同时 控油制痘跟杀菌的雷射 所以我们很常会用药物 那搭配果酸 青粉刺 那还有进阶的蓝雷射 还有有些人会选择 口服的A酸来做治疗 在稳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做进阶的 痘疤的处理 那不同的痘疤处理方式 其实不一样 那痘疤是要怎么处理 是 那痘疤处理之前 我们就要先来认识 有哪些就是不同的痘疤 那痘疤最常见有三种 像红痘疤或色素疤 我们会使用三倍光 凹洞多巴的话 因为它会有纤维素 把你的皮肤往下拉 所以我们都是用 先破坏再建设的方式 比如说飞缩雷射 飞针PRP 甚至进阶的像微针电波 他们其实处理的效果都不错 那有时候厉害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用这个皮下切割 把这些纤维素产断 搭配一些蒸疾的部分 来做处理 所以等于那个凹洞 就会被 有点像是补起来了吗 慢慢的填起来 它没有办法一次 就是慢慢的长回来 除非你是手术 把那个挖掉之后再补皮过去 不过那个就比较矿日飞食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两次 那真的是一开始就不要挤 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对 没错 预防剩余治疗 有痘痘赶快来看 好 手绑起来 这边手绑起来不要挤 刚刚你讲的说 把它打爆之后 让它再生生 它就不会有痘疤了 为什么 它就是你破坏之后 你的皮肤会残些讯号 会长这些胶原蛋白出来 但是都是需要比较矿日飞食 色素疤比较好处理 那凹洞豆疤通常需要的时间 跟手要花的金钱都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真的有痘痘 赶快来看皮肤壳 又不要手绑起来不要去挤它 刚刚医生有讲到 这个第四代A酸 就对于豆疤的效果也蛮好的 那有点好奇 这个从第一代到第四代 是代表新的一代 就会比以前的更好吗 就是应该是说 其实新的一代的确 效果看起来最新的 像我们说第三代的 复合式的这个药膏 效果更好因为它其实 三倍的Depolin 第三代的A酸之外呢 它有加这个低浓度的过氧化本 所以它在抗菌的效果 其实比传统的好非常的多 那第四代A酸 在稳定期维持的效果 其实很好 所以因为我们人总不可能 一辈子一直在那边吃A酸 或是吃这些抗豆的药物 所以等你比较不长豆之后 其实我们就会请他们 擦第四代A酸来维持 所以有点像是 他们就是改良了 以前的一些缺点 然后变成推出新一代 因为第一代的A酸 其实光明感性非常的高 就是你晒太阳 可能就有可能会晒伤 而晒黑这些 但是从第三代之后 它其实有加这个 我们说乌龟壳 就是有加本环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对光明感性 其实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通常 即使是第三代或第四代 我们还是会建议晚上使用 因为白天使用 除了会比较不舒服之外 在小部分人 还是会有一点光明感的 这个状况 那最后医生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 跟我们观众分享的呢 就是要呼吁各位爸爸妈妈 除了就是要养成 大家的小孩要认真洗脸 这件事之外 有痘痘跟粉丝 真的赶快来皮肤科报道 我觉得要呼吁大家洗脸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这真的是很多人 很多人不行 尤其是男生 对真的 那会有过度洗脸的问题 有啊 过度洗脸 就是我们刚刚说 用洗脸机 那我如果平常就是这样洗 早晚洗一次应该也没关系 对对 早晚洗 用温和的洗面乳洗就可以了 对 那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还有这个化妆品 对 在女生真的很常 因为现在其实国中女生 就开始化妆 选错了保养品跟化妆品 其实真的反而对你的脸 是扣分不是加分 理解 好 那这集就先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此外呢 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看看更多的影片 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明晚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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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